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12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繼續和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今天 最少 有兩節要講和英國相關的話題 我們這個 除了和大家是一個時事 的節目 我們也會有 很詳細的分析和論述 以及很多 詳細討論還有意見 對於 純粹想看新聞的人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這個不是一個新聞節目 我們這個是一個時事評論節目 所以我們 主持人 對很多話題 很可能 在很多時候 會很詳細 說了一些 背景資料 又或者大前提先 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只是想 懶人包 只想看新聞 那 真的沒有辦法 幫不了你 這裏我們又是預先說明 我們是時事評論節目 我們已經是一個 時事節目來說 我們的時間算是短的節目 每一節 有些時事評論節目甚至乎 超過30分鐘 甚至乎 超過一個小時 當然他們在一個 節數裏面說了很多 不同的話題 我們就盡量把一個話題 放進一節裏面 所以搞清楚 我們的定位 一直都很清楚 當然 時事一定包含那個 事件 新聞報導的內容 但是完整的新聞內容 並不是我們這個節目的目標 因為我們的 目標 時事評論 就是要把那些 發生了的事情 深入淺出 跟大家 詳細論述 所以 記得不要搞錯了 所以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如果你長期搞錯 問題出在你身上 我們絕大多數正常的聽眾 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我們今節要跟大家 說在英國就是出事 這個也不是一個純粹吸眼球的事件 有大量藍媒很喜歡報導 在英國 怎樣發生的意外 我們這一節 就是要說英國發生的意外 還要 牽涉的男子 是英國人來的 這個不是 港男來的 這個也不是移民人士 發生甚麼事 都相當精彩 最精彩的地方 是背後的原因 好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我們的主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還有兩個後備戶口 一個是星期二日報 一個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也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即是說 你現在 不是 經濟結局 我們也很希望聽眾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好像訂閱報章雜誌 這個是我們正在做的時事評論節目 我們當然絕對有權 去宣傳叫人訂閱 我們也誠意邀請聽眾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本台 我們本台有付費方式 也有免費方式 希望大家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還可以 增速播放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這個是徹底免費的方式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好 我們回來研究了 英國這次是本地的英國人出事 英國有一個男子 他說自從在去年的年底開始 就是在他的家 莫名其妙地 收到大量的稅單 他的家 就是位於 威爾斯 在卡迪夫 在卡迪夫 卡迪夫 是在威爾斯裏面 我們也很有興趣去這個地方 旅遊一下 不過暫時也沒有機會去到這裏 據說 威爾斯的風景也是非常漂亮 跟蘇格蘭有得相比 蘇格蘭 跟英格蘭 是不相同 蘇格蘭就好像 一個北歐的國家一樣 而且也因為英格蘭平地多 除了近著萬城 還有在黑池上面 的湖區 大部分的英格蘭的地方 都是比較平原 蘇格蘭就不相同了 蘇格蘭是叫做Highland 蘇格蘭有很多 自然地貌和山景 是非常非常漂亮 據說威爾斯 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威爾斯其實比較近一點 理論上 去旅遊是有可能的 接下來就是夏天 那麼漂亮的威爾斯 還要在卡迪夫 可能有一間漂亮的房子 不代表 沒有事發生 居然這個男子 不停地收到 就是稅款要求繳交的稅單 他居然發現 他自己這家屋的地址 被 大量的公司 報清 這個就是他的稅務地址 英文叫做VAT 這個男子 他說自從在去年11月開始 他說打開 衛署 卡迪夫的 家裡的信箱 裡面居然有大量的 咖啡式的信 信封湧出來 有收過稅單的朋友也知道 這個就是 稅局叫你交稅 的恐怖信件 他一數的時候 發現居然有多達 500多封的信件 全部 沒有一封是屬於他的 他覺得相當之奇怪 也相當之 可怕 於是 告訴警方 亦聯絡 英國的稅局 但是 稅局 跟全世界都一樣 全世界所有政府的稅局 基本上都是人民公敵 稅局採你也有味 完全是不了了之 不打算回覆 後來這位英國人 就是 再發現 不僅有這些信寄到他的家的地址 甚至乎有收數公司 寄信給他 他開始擔心 收數公司 又或者是撿達利 走上去家 破門而入 他最終 也是需要上去電視節目 他後來上去這個BBC的電視節目 上去爆料 上去爆料 然後才解決到他這件事 因為 稅局看到他上去爆料 才終於開始留意 這件事到底背後有沒有問題 後來發現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信寄到他家 原來 是有足足 是一萬一千間 內地企業 是盜用了 他家的地址 拿來報稅 這個真的是中國大陸 真的是中國大陸的公司 你說多恐怖 中國大陸的公司 不僅 就是在全世界 做盡很多 這些犯法的行為 他們更加 延伸到不同的地方 我們不知道到底當初 他家的地址 源頭為甚麼被盜用 但是你已知道的事實 就是 萬幾家公司裏面 幾乎全部 是中國大陸的公司 原因也很可能是跟2021年 英國更改法例 要求亞馬遜 亞馬遜平台要向 海外 的交易商 收取增值稅 即是VAT 但是如果 如果那個交易商 在英國是有VAT地址的話 這樣 就會被豁免 更加 這個交易商 就無需要提供其他證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立即就是一大堆 國內交易公司 動歪勞根 因為其實是亞馬遜平台 裡面大量的產品 絕大多數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些公司 想盡辦法 可能是買也好 借也好 抄也好 找到一些地址 可以拿來登記VAT 結果居然是這一個 男子的家 不停被人拿來登記 結果 是一萬家中國大陸企業 登記他家地址 做稅務地址 這些所謂交易商 更加 實際上 在英國本土 其實除了 供貨之外 並沒有任何的業務 根本沒有辦法捉到這班人 結果 英國 就是無緣無故 住住 在你家裏 居然也可以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正當 又有很多媒體 每天在炒作 英國有甚麼大問題呀 我就是這節要告訴你 英國有大問題呀 英國 對得你們太過仁慈 搞到有大量 這些 是中國大陸的內地企業 或者其實應該叫商戶才對 居然瘋狂地 登記別人的地址 做這個VAT 現在這件事鬧大了 這個就是民主社會 當初 不鬧大的時候 任何地方的政府部門 都是不想理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甚麼呢 沒有人說過 這裏的政府部門 比 獨裁國家好 好就肯定好一點 因為有制度 他們本身未必想查 但是你在民主開放的社會 你去投訴 還有媒體會報導 如果在中國內地 你被拘捕了 尋人之士 假新聞 黑社會到家 林洪友 然後被自殺也有份 你在英國 投訴 開頭也沒有人理會你的 但是你上電視 然後 整個英國的人在討論 他想不理也不行 這個就是 社會的保障在這方面 沒有人說過稅局 一定是好人 我們這一節 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裡 我們還會繼續和大家 詳細研究 所謂移民的問題 我們發現最近有大量的人 這些 自稱是香港人的人 他們的身份當然 有相確的地方 為甚麼呢 因為2019年 大家清楚界定了何謂香港人 一群自稱香港人 不斷跟你說 說我受不了了 我要回香港 到底是甚麼原因 我們也想和大家 詳細 去揭露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